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大一笔钱 一般预期TikTok如果正常情况下 它的估值不会低于5000到6000亿美元这个水平 但是现在给出的收购价格 大体上在1000亿美元左右 也就是中间至少有3000亿到4000亿美元的一个差值在里面 那这就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鸡啊 这就是那个长着金羊毛的那头羊啊 现在你看浮出来的这些人 一个一个都是口水滴答的就冲过来说 这个我想买啊 这个对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整个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人 不管是政府领导人还是企业界的 还是知识界的或者是社会上的人 他的这个认知是一个巨大的震撼的教育 对于这个人数人的情况下 那个人数人的情况下 反应的情况下 对于这个人数人的情况下